游戏 打游戏吧 大概很多人都有那么一个说法 就是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人是这样 很成熟啊 结婚之后就变了 大概我有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和认知 我觉得特别像打游戏 因为你打第一关的时候 很简单 越往上打 就会变得越难 这就叫成长 大概进入到这段婚姻之后 双方都没有去成长 余老师其实给你做了分析 你整个的生长环境 让你完全没有成长 图老师有句话说得很对 我们不因为原生态家庭那些问题 我们去怪责父母 对吧 但那确实是一部分的原因 我们不能老背着那个原因 我们不前进呢 你们自己问问自己又没有成长 比如女生 我让你做评价的时候 你的评价完全是一个 人力资源的主管 或者一个妈妈 或者一个老师 对一个学生的评价 你看是不是 她也有优点 但是她的缺点远远大于她的优点 老师是这么评价学生的 而不是妻子 就这个婚姻 其实你也没有成长 两个人都需要成长 你们要做好爸爸妈妈 因为你们有可爱的孩子 生活还得继续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今天到节目组来 然后听了老师很多话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方面 很欠缺 以后跟你沟通这一块 我会注意一下的 然后我希望你能够真的长大 支撑起这个家庭 以后孩子这方面我来带吧 虽然说我没有你那么能干 但是我会把家庭这方面的事 我来做好 我就希望我们俩能够一起承担 一起去成长 我希望你们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两位啊 谢谢你们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独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举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好的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我们一起见证 我们一起见证 始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啊 加油吧 谢谢你们 请回 两颗心 一辈子不分离意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剧 执带我们的同事 带我们的感觉 三声